我大概只有看我自己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 所以大家也都很聽話 就是都講一些好話這樣子 所以就還OK 那你在台上一直說 這是真的是扶持還是認真 當然是自我解嘲啦 自我解嘲這樣子 對啊 金曲演員說認真的 金曲演員不想接 我沒有 我不要再接 把金曲講的內心的話講出來 剛剛說社群大家都很聽話都說好話 有說什麼好話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說了什麼好話嗎 大家就覺得很可愛啊很好笑啊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比較 說老實話比較重視是就是 台下音樂人大家的評價 因為在後台碰到比如說像佳慧節 碰到其他音樂人大家都說 就是很喜歡那一天的整個典禮的主持這樣子 因為我抱持的就是說 我服務的其實是這些入圍者 或是所有的音樂人這樣子 所以那其實比較重要 可是Lala好像很吐槽 你說開場的嗎 因為那邊有一個那個小互動 設計好的小互動 設計好的喔 對就是那個跟元佛討論說 欸前面 因為原本開場沒有要跟台下互動 只是就是一個Monologue這樣獨白講過去 他們覺得喔可能跟台下有些互動比較好一些 那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有說什麼嗎 就是你老婆啦 抱持 欸也有可能是我媽媽 也可以 那你先說哪一個 我媽沒有什麼反應 我媽沒有什麼反應 她的good job這樣子 有我太太也覺得不錯啊 覺得很本色發揮這樣子 他是全程在家看嗎 還是有 對他全程就在家看電視 我覺得蠻蠻對不起他啦 因為他其實比我還緊張 他就很緊張很緊張想說 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他比我還認真去看所有的評價留言 那些的 然後他說其實大部分都不錯啊 就算是突出這種 就是他說我免死金牌 就是大家都覺得喔你很可愛 其實是講成落日飛 那個真的是 就是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跌倒 你懊惱到現在嗎 有一點點啦 蠻對不起他們的 對啊就是 這會變成他們的特色嗎 蛤 他們 我 他們要不要改團名 這也不是我可以決定 沒有啦 對對對 會再跟他們講一下 那你自己幫自己拚幾分 嗯 就大概 大概 大概六十分吧 我覺得就是 就幾個這樣子 因為就覺得 任務有 有完成 然後 不要太 因為那天的主角 確實就是說 入圍者得獎者 對 那扣分的地方 你會覺得哪邊要再幾次 口條嘛 然後 我覺得其他的就是一些經驗的部分 因為我也有 跟 有當主持人的朋友 就小聊一下 然後說 以第一次來說 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 其他就是經驗嘛 那你有什麼主持的朋友 一開始有跟你傳授一些秘籍的 或是要注意的地方 嗯 有 有 我想一下 就是要不斷的練習 確實就是這一點 我一直緊急在心 所以在家一直練 然後 還拿手機就是錄下來 就是從開場那邊的 尤其是開場那一段 就是對空氣想嗎 對空氣 對太太也有 不是說他就下班回來 就又要再聽我在那邊講 那樣子 他都快背下來了 你知道再講了 我都會背了是吧 對對對 然後連那段表演的歌 他也都快要回唱了 所以一天大概 你之前一天大概要花多久 什麼練習 一天其實就是一整天 其實 呃 同事有幫我 前三個禮拜開始 就是比較閉館的狀態 就是一直在練習 然後 就像開場 其實已經刪減掉很多很多內容了 對啊 就是 真正開始準備 大概兩個月前就開始吧 想到什麼 就 覺得可以打在 開場的稿子 然後 一直跟 圓活跟川哥來回討論 繼續做修修改改 你本來有設定好 要在11 就是有一個 比較delay的時間 還好 川哥 他們 圓活沒有給我說 我要扛 準時結束的壓力 所以 其實 他們都對我蠻好的 讓我盡量不要有這方面的困擾 但是我當然也會有 不知道 當主持人就有一個心理 一個責任嘛 就想說 希望不要弄到太晚 那我就盡量 刪減自己的部分 像男女歌手互動的那一部分 其實也刪掉蠻多的部分 最緊張嗎 最緊張嗎 開場是一定的嗎 我覺得第二緊張的其實是 呃 介紹完落日飛車之後 得再下一段 因為再下一段就是特別貢獻獎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個千萬是一個字 都不能做 因為特別貢獻獎就是 一件很隆重的事情 對啊 所以那邊特別緊張 遺良內怕嗎 遺良內怕嗎 那個我也是 那個不是緊張 那是驚嚇 就是眼睜睜的看著整件事情發生 這樣子 你那時候想過說可以出來糾察 或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也在想 我腦袋也是不斷的在轉 在想說 我可以做什麼 因為其實已經 我記得工作人員也是來 來跟我說 衣服趕快穿好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還在好像還在換衣服 那樣子 我覺得趕快要衝出去 但是我到後台的時候 其實建偉已經 幫那邊做一個蠻好的收尾了 所以他們也就說 那沒關係 這樣子 所以很謝謝建偉 建偉的音樂也很棒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聽一聽 然後得獎人也很棒 那個都督跟周一敦 請大家多多的關注 事後有關心愛怡良嗎 怡良 因為我好像 我好像沒有他的 我沒有他的私人的聯絡方式 對啊 但也蠻心疼他 因為後來也有看到 他直播的一些片段 對啊 就是人非聖賢出能無國 對啊 我 我也是 我也是出了很多錯誤 對啊 還有可能再接主持嗎 我想今年應該是都不會了 啊 可是你金馬金鐘也順便報名一下 金馬金鐘有這麼瘋嗎 我叫韋李安 我不是李安 韋李安 好笑欸好笑欸 那你可以去金馬獎嗎 蛤 走紅毯嗎 沒有打電話給李安 他打給陳雷 只有陳雷會接 哈哈哈哈 好煩 打OK嗎 OK OK齁 那個KK會有一些特別的演出 現在在規劃中嗎 其實還有兩個 兩個月 到時候再說 到時候見 到時候見 先想說就對了 對 先讓我休息一下 其實你可以放個假 嗯 小放鬆一下 那你除了演唱會的好消息 跟我們分享 最近還有什麼 跟另一半的好消息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我想一下我們最近的光 我們昨天晚上去看電影 這是什麼好消息嗎 他們可能不想聽這個啦 對 我們想聽看完電影 喔 有沒有小小威李安出來了這樣 呃 這麼快啊一個晚上 小小安啊 小小小安 小小安 有一雙很像 比如說衣服沒穿好 哪裡都說 欸 欸 沒有啦 沒有沒有這麼快 真的有 有消息 一定會跟大家說 目前還沒有 目前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呃 有討論啦 有討論 但順其自然這樣子 目前還沒有是沒有懷孕 呃 對 你現在是一個龍子 蛤 你現在是一個鼠龍啊 鼠龍的 明年 如果明年的話這樣我還剩多久的時間 還有很多時間 還有很多時間 他有空就可以回家 你大概還有 半年時間 等一下 你們不要在那邊規劃我的人生好不好 喂 我想要自己規劃我的人生 那後面的農曆年全都 沒有我們是在問你的規劃 問你的最新的 那比他還清楚欸 我們有在討論 有在討論 有慢慢討論 沒關係先讓我們有兩人的世界 你要知道我們不是要給你催生 我們只是關心 你希望你能夠 就是 對 只希望你更好這樣 對 如果有就有 那你牙筆 那你牙筆就算了 目前是沒有公佈嗎 我們是不是講 什麼東西 公佈的 超音波照 要超音波照 你們還有規定格式喔 中午 拜託不要晚上十點 不要晚上 今天要中午 畢竟大家也要睡覺 對啊 如果是素描的也可以 素描 Q版 好 讓他想一想 還沒來 事情都還沒發生 你們 對啊 還久了 你先構圖 計畫也太多了 你們 對啊 怕哪來不及 你們真的 超前不死 暗表超課 暗表超課 他有戴手錶 時間到了嗎 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還沒被孕的朋友 現在就是 比較暗表超課 就是寫歌的部分 希望好作品跟大家見面 什麼時候會那個 新的作品嗎 其實很快耶 好像八月又會有新歌 單曲單曲 下半年蠻多作品 大家可以期待一點 我也期待明年是以那個 得獎者的身分 入圍者的身分 去參加進去 我覺得 其實出道這麼久 都知道說 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就是平常新 如果可以參加 就是當然很開心 因為是可以見到很多老朋友 結婚以後有影響你創作嗎 結婚 還好耶 沒有就是 作品也會有新的 比較說 你說新的idea 新的想法 多少會啦 一定會 生活被影響一定會 會流露在作品上 忙著親老婆 然後忘記寫歌 這樣 忘記編寫 想一下 也可以編寫邊寫 好 哪一首 哪一首 講起來 如果可以 好 如果可以 謝謝大家 幫你去處理編寫 大家都寫 謝謝你 謝謝 好的